奇景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6日 下午1點3左右 大家看到時間是1點3 我在香港旺角燈打時街 竟然整條街可以沒有車 整條街可以沒有車 平時這條街水洩不空 現在有一個屏幕燈線出來 只有3架車 現在是4架 平時這裏塞到不得了 停車長出來的價值不算 你看看 完全沒有車來的 那些人是走遍走遍過 平時塞到不得了 這一條就是女人街 風彩街走出來的路口 對面就是女人街 看到了 那你說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希望呢 香港這個社會 我真的看不到希望 香港這個社會 基本上可以宣布是玩完了的 經濟去到這麼差的地方 我剛才走過的食肆五三 沒有人排隊的 你看看整條燈打時街 只有4架車 只有3架車在路口排隊的 可以看一下 4架總共只有4架車排隊 我們看看這邊 剛才除了燈口出4架車之外 現在一架車都沒有 沒有車來的 你看看這個時間 即是 就是說這個世界的經濟就是壞 那這個燈櫃也是4架車 那怎麼搞 香港怎麼搞 真是不知道